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似乎要启动 1945年以来最大的欧洲战局 今天台股有没有在怕 各位今天台股没在怕 当然一度有做一个下跌的动作 一度跌了超过百点 可是中场只跌十点 只跌十点 而且盘中还一度的翻红 盘中还一度翻红 中场只跌十点 收在一万八千两百二十一点 所以台股已经用事实告诉你的 他没有在怕 只有你还在怕怕的 好不好 那我先告诉你 我对于接下来行情的看法 我认为台股会再一次的 刷新历史新高 你没听错 就是刷新历史新高 或许现在你会感觉很惊讶 可是我是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 接下来我要先告诉你 为什么我会这么看 我还会告诉你 接下来要怎么赚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定要看到完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截至到上周五为止 今天还没看 今天如果投信继续买的话 就等于是连十五买了 截至上周五 投信是连续十四天的买超 连十四买 累计金额超过三百五十亿元 超过三百五十亿元 那么除了连十四买的 这个连续天数十分惊人之外 买超的金额更不得了 因为这个买超金额 是名列史上第二名 连十四买其实没有什么 比这个连续天数更长的 大有人在 可是问题是这个金额 连续买超的金额 是史上的第二名 那我们太久以前的 我们先不要看 我们就光看近两年 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跟你分享过非常多次 这两年每当投信连十买 只要连续十天买超以上 这个都叫做送分题 因为后续的行情 往往都非常非常的可怕 有多可怕 我可以告诉你 都是千点起跳 甚至到两千点的都有 你不相信 我们就直接来看 各位 这是2020年前年的3月31号开始 投信启动一波连十二买 这一波买超了181亿 结束买超之后 台股从10597点 涨到13031点 上涨了超过2400点 你没听错 2400点 再来 这是去年的2月26号开始 投信启动一波连十五买 就在这个地方 连十五买 在投信结束买超之后 台股从16070点 涨到17709点 17709 这一波涨了超过1600点 下一次的连续买超呢 就是在这里 从5月5号开始 投信开始连买 这边也连续11天买超 买超金额是141亿元 结束买超之后呢 从这里 16132点 直喷18034点 上涨也超过1900点 最后一次 也就是离我们现在 最近的一次 去年9月 去年9月 投信连十一买 买超金额191 而也在他结束买超之后 从16387点 一路攻上 现在你所熟知的 历史最高点 18619 这一波的上涨 也超过2200点 如果你对指数的 敏感度够高 你会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刚刚我所说的 这四次投信连续买超 你会发现 每一次在投信 连续买超过后 台股都会改写 当时的历史新高 都会改写 当时的历史新高 有吧 再回顾一次 这一波是来到13031 当时的历史新高 当时台股还卡在12682 可是呢 在前年台股创下 13031点的历史新高 去年 不论是2月或者是5月 17709是当时的历史新高 18034也是当时的历史新高 9月不用讲了嘛 18619 直到现在都还是历史新高 不是吗 那么我请问你 为什么这一次台股 不能够创历史新高呢 我认为很有机会啊 过去三次 每一次都创历史新高 不是吗 当然我可以理解 现在你在思考什么 你一定会认为 现在 有没有可能这一次投信要失算了 这次投信要拉惨了 傻傻的 他难道不知道 俄罗斯乌克兰军情告急吗 准备要开战了吗 情势这么险峻 他是跟这个套一句返校 一部电影返校里面讲的电影台词一样 到底他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 可是各位 与其你去猜投信 记不记得 害不害怕 傻不傻 倒不如说 他正在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你最想做 但是每次你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在做的事情 叫做危机入室 而且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两年来 投信可以说是真正 危机入室的实践者 他是真正 危机入室的实践者 各位 我们刚刚举的这几个前面的例子 2020年3月 请问你 2020年3月是什么时候 当时有什么历史背景 疫情刚刚现身 并且迅速的蔓延全球 各国政府一时之间束手无策 当时没有疫苗 什么都没有 连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的 大家都还在揣测 完全不知道 再来呢 去年2月 美国公债殖利率飙涨 当日甚至创下 外资史上最大卖超 到货944亿 就在2月份 去年5月呢 这个你很熟悉了 台湾疫情2度爆发 街上冷冷清清提升到三级警戒 去年9月呢 为什么连续买超 中国大陆实施能耗双控 城市漆黑 当时盛传 电子股 传产股 全部都是重灾区 每一次投信启动 连续买超 都是因为危机出现 而且利空有多大 台股有多惨 投信就买多凶 可是最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投信是傻的吗 他并不傻 因为每一次 因为每一次 他都是对的 所以各位 我希望这一次 你一定要选对边 好不好 这一次你一定要选对边 截至上周五为止 投信已经连续14天买超 连续14天买超 而且买超金额 更胜过前面的四次 甚至是动辄两倍以上 你觉得这一次 投信如果相当 没有相当的决心 没有相当的把握 他会这样子堵下去吗 各位 乌克兰 俄罗斯 在你看来很重要 可是在专业的 法人机构面前 他认为这次 开战与否重要吗 真的打起来 对台湾的影响 真的有这么大吗 各位好不好 希望这一次 你要选对边 先休息一下 证据吗 昨天晚上 你不是说要去看你妈妈 你昨晚见了哪个家伙 你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有隐瞒 隐瞒着我 去见了别的男人 何影哲快接电话 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你来了 怎么这么喘呢 好像很急的样子 欣锐珍 朱丹太 我要让你们反目成仇 周日 晚间十点十二点 Penhouse上流社会 更好的你 值得更好的 新世代油电风格车 Vito 125 Vito幻彩新色上市 Vito全车系智慧油电 试诚再抽三重毫力 摩尔坚持 用心选股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及大盘 摩尔坚持 技术面 基本面 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从研究川普 到工程服务 举个基本面 到深夜市旁边 摩尔坚持 冲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您闻侠耳 欢迎来电 0800668085 0800 来来 帮你帮我 刚才没有念君最前好 告诉我 我让演员更硬 要 Copy så ma 今天要用加强意 杀共和桑票 以后 咱们 摩尔坚持 用心选股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 及大盘 摩尔坚持 技术面 基本面 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从研究川普 到风神呼呼 这个基本面到深夜市旁边 摩尔坚持 重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侠儿 欢迎来电 0800668085 0800 来来帮你帮我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他打官司 还得跑去台北 劳动世界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 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世界法 保障劳子自作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你帮我把向右约出来 我约他 他更不会出来 绝对不会出来 我爱免气 知道还这样 你记得我有女朋友还这样 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 我的女儿 瑞英 好 下半段开始前 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Line Telegram 还有YouTube频道 通通都加起来 在Line的这个部分 at win16888小老鼠 win16888 这个Line可以和我本人 以及我们联救团队 做一对一的线上互动 以及我们今天会推出的活动 你都可以在线上做一个咨询 Telegram win88888 win88888 我们会把很多的资讯 放在这边与你分享 以及YouTube频道 林玉凯分析师 都可以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因为我除了会告诉你 接下来行情有多强之外 我还会告诉你 怎么做 怎么赚 都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看了 今天的钢铁股 传产族群 今天当中最强 除了航运 应该讲今天钢铁比航运 更强一些 钢铁股真的是强强棍 可是放眼整个族群 最强的标的 莫过于我之前跟你分享过的 大国钢 大成钢 虽然这两档股票 并没有说像 2038的海光 来 我们把这个周期拉长 你才能看得出来 海光今天是涨停板的 或者说是像新钢 今天也是涨停板的 今天小型的钢铁股很强 张员也都是拉涨停板的 可是问题是 你这样看 拉长周期来看 这些股票虽然涨停板 可是很明显的 它叫做落后不涨股 所谓落后不涨股 就是它前波都还在破底 连前高都还没有过 这种就称之为落后 它真正的多头格局 都还没有跑出来 可是如果我们转向的去看 来 各位大国钢 大国钢今天是率先的 去创下波段的新高 或者说像2027的大成钢 也是一样 今天直接拉长红K 涨7.4个百分点 没有涨停 但它涨7个百分点 也是创下波段的新高 这才叫做钢铁真正的王者 而且涨幅也不算小 没有涨停 涨7%也不差 不是吗 投信我们可以看到 投信跟外资 一路的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低档开始买的 它是涨上去之后 这一波才开始买 一路的把它往上做一个拉抬 之前我也说过 如果你是基于 美国基础建设这个题材 而想要买进钢铁股 你不如就买最纯的钢铁股 因为唯有大成钢跟大国钢 才是真正在美国有设厂 可以直接吃到美国基础建设 这个题材的台湾钢铁厂 这两档股票 所以它的墙 它的走势起来有志 在上个礼拜五我也说过 我们趁着在周五的开盘 大跌170点的时候 我们抓紧这个timing 开始用力的 狠狠的给它买股票 所以在礼拜五的早盘 我一口气针对了 每个不同等级的会员 一口气买了四档 不一样的股票 一口气买了四档股票 我们今天也有买股票 等一下一并做分享 好 那上周五买的 这四档股票呢 买了就买了嘛 不简单的是什么 更不简单的是 来 这是上周五的讯息 11点6分 早上买进的6XXXX谁 现买现拉现赚 因为它礼拜五长这样 刚刚又买进的6XXX谁 这不是同一封简讯 你看时间点不一样 是同样6开头的 另外一档股票 同样的现买现拉现赚 它上周五的走势 涨这样 第三档 刚刚买进的3XXXX谁 现买现拉现赚 走势涨这样 急拉尾盘 差一点要亮灯涨停了 最后一档 3XX2 多一个号码 还多一个插图 同样现买现拉现赚 上周五长这样 每一档都是现买现拉现赚 而今天这四档股票 每一档全部都续创新高 可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仍然看回到这一档 上周五现买现拉现赚的这一档 为什么它比别人多了一个号码 可以观察 为什么它多了一个插图 我说过因为它的地位特别重要 而且它今天也是最强最狂的一档 今天这一档3XX2的股票 有一个红色锁头的股票 看一下 今天早上9点38分 我发了一封讯息 恭喜各位 我们上周五买进的核心持股 3XX2 不仅上周五就现满现赚 今天更是直接亮灯涨停板 你没看错 亮灯涨停板 我们在上周五讲得很清楚 这一档股票是我们从第一季 跨到第二季的重点持股 其实它在去年 股价的表现很不好 很不好 尽管台股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它的表现的确是不OK的 所以在我们上周进场的时候 它的位阶非常低 我们买得非常漂亮 又是一个我认为的 波段的黄金买点 主要会造成它去年不好 现在开始好的原因是 先前它的出货认证一直卡关 一直卡关 可是认证这种东西 就像高速公路塞车一样 高速公路塞车 假设前面有一个交通事故 大家开过高速公路就知道 前面出车祸了 大家就塞在这边 你不知道还有多远 也许还有三公里四公里 大家塞在这边 很慢 时速就是五公里十公里 顶多二十公里 慢慢吐慢慢吐 可是等到一通过车祸现场 一通过车祸现场 你先开过了 你看到这边 这边有个什么谁撞谁 看到之后马上通过 两线道变四线道 车祸现场一通过 马上可以120标出去 现在这一档股票 它已经通过车祸现场了 所以它的营收可以开始飞快的飙升 一月份 营收已经率先创下历史新高 在这个月二月份 大概是二月应该是所有企业的淡季 它很有可能淡季不淡 而接下来 今年度你将会见证它 多次改写历史新高的过程 所以这一档股票 能不能够值得我们把它当作核心值股 当然OK 因此好不好 这一档股票我觉得非常不错 这一档股票究竟是谁 我也不能透露太多 因为我已经给你非常多的资讯了 好不好 上周五的走势 股价代码的 股票代号的两码 再加上一个插图 真的真的很明显 好不好 我顶多再告诉你 它是电动车相关的 你要动动脑去想一下吧 这样还不愿意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刚刚说过 今天我们陈胜追击 趁着六日两天 又有一个乌克兰 俄罗斯的新闻 好像看似又要再严重一点 又要再开打一点 没有关系 你们越这样讲 我越喜欢买 所以今天早上9点36分 我也在 请在五多少元以下 买进了一档股票 一叉叉叉的股票 今天同样的好不好 恭喜各位 今天我们再一次 现买现拉现赚 早上买进的这一档 刚刚那一档 一叉叉叉叉的股票 五盘过后也喷出了 好不好 又一次现买现拉现赚 那在开红盘的第一个礼拜 其实我们会运用一些 技术面指标下去做选股 因为其实刚开红盘的时候 整个盘面状况 主力心态是混沌不明的 这个时候搭配一些技术指标下去选 这个是合理的 那其实这些标的 在短线上 我相信这两三个礼拜 我们也都有获得不错的报酬 可是随着现在年后 两三个礼拜了 除了营收陆续公布 法说会也陆续召开 很多的公司 它慢慢的去释出更多 关于今年营运的一些展望资讯 这个时候其实你 开始去着手一些 基本面非常好 成长幅度非常高的股票 才会有机会赚一波大的 赚一波大的 其实有时候你要赚大的或是赚稳的 你真的还是要靠基本面的题材 什么技术面转强 有些人很喜欢去抓这种技术面 什么创新高这些 这些有的没的 好不好 可是技术面转强 能强多久 有时候你长个一根半根 顶多两根 很容易被短线客打下来 可是唯有真正基本面的利多 才能够推升股价走得更远 像之前我们有分享过 来东哥游艇 东哥游艇很明确的 这一条的季线 就是它的黄金买的 这一次两次都随便你买 去年营收就45亿 45亿的营收大赚 今年的在手订单 已经至少一亿多的美元 还不含今年的新接单 这实质的money在手上 这种股票成长都是可预期的 它的大幅度成长都是可预期的 所以你可以看 开红盘第一天 我就跟你讲 第一天我跟你分享的时候 才126块 现在一转眼已经155块了 黄金买点去做切入 至少先赚两成 两根涨停板在手 至少 而且我认为 后续还没有涨完 后续还没有涨完 或者说最近 记忆体 记忆体族群 涨价涨很凶 比如说像华邦店 可是今天有遇到一个回档 或者说 群联的部分 威刚的部分 前几天很强 可是今天创高之后 有做一个回档 可是它涨价的效应 可能还没有反应完毕 所谓涨价 最时之热 你可以去找到 它的存货效应 我现在有了存货 市面上涨价 我先不用等我出货 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光是我的仓库里有存货 这边涨价 我就先赚一波 因此这个时候 你要去衡量 每一家公司的股本 以及它的存货价值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它换算出来的实质效应 有多少 实质效应有多少 那当然再搭配 我们的一些操作策略的话 同样那句老话 你买在黄金买点 进可攻 退可守 股票需不需要追高 上个礼拜我就跟你强调过 现阶段你的操作策略 你完全不用追高 为什么要追高 不需要 你追高的当下 已经把自己暴露于风险当中 你当确认它多头之后 创高拉回 在一个黄金买点的地方 再来做买进 这会是最稳健的策略 而如今 如你所见 现在这个地方 台股已经出现 所谓的黄金买点 台股已经出现 所谓的黄金买点 而也是因为这几天 台股没有明确向上表态 仍然在这边 做一个狭幅的震荡 也造就很多个股 黄金买点都出现了 所以现在 选对边 很重要 做法正确 也很重要 俄罗斯乌克兰会不会打 目前看来 我认为警告 大于实质的开战 俄罗斯想尽办法 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仅此而已 他真的要并吞他吗 我觉得倒也不可能 好不好 现在来讲 零星冲突 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可是全面开战 倒不至于 如果说OK 我知道你很担心说 就是假设有这么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开战的可能性 怎么办 我们就假设最坏状况 真的不幸 万一就打起来了 远在天边的乌克兰 能对台股造成多少影响 我请问你 这几年 台股有因为 哪个国家的战争 哪个区域发生冲突 而崩盘了吗 我们就讲这十年 索马利亚战争 叙利亚内战 叶门革命 以巴冲突 硬巴冲突 这些还都在亚洲 哪一次有 哪一次台股 因为这样而崩盘 阿富汗打几年了 台股有崩几年吗 所以各位 好不好 好好思考 近期我听到很多投资人在讲 我要等到 俄罗斯乌克兰之间 和平落幕之后 我才打算进场 我只能说 没错 这就是散户的想法 这就是散户的想法 因此 这不会是赢家的想法 这一次投信连续买超 截至上周五为止 已经总金额超过350亿元 远超过我们刚刚举例的 过去那四次 甚至是过去那四次的两倍以上 这是不是更加说明了 投信的把握和决心吗 而且各位 你不要忽略一件事情 投信是从过年前开始 一路买 大概从这个位置 我们算连续买超的话 从这边买上去又买下来 又买上去 买下去买上来 又买下去买上来 这段投信开始一路买 其实你就算现在这个位置进场 也都还在投信成本区 换句话说 你现在进场 你可以跟投信成本差不多 接着等到投信在这个位置 吃完筹码之后 你就等着他这样拉 等着他这样拉 这样拉 等着他这样拉 各位 现阶段会是最好的黄金买点 把握黄金买点就是现在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 好不好 我们在上周推出的 黄金买点特工队 我就是要带你买在最安全 最有把握 最黄金 最精华的位置 你可以透过等一下的广告资讯 直接打电话给我 或者透过我们的这个line 小老鼠win16888 atwin16888 这个line你可以直接的在线上 和我本人 和我们的研究团队 做一对一的线上互动 线上的咨询 到底什么是黄金买点特工队 到底黄金买点 我应该如何切入 到底现阶段 我有多少的把握 为什么我跟投信 一样对台股都看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敢大声讲 台股会再一次改写历史新高 各位 买在黄金买点 无论台股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你都不用怕 因为对你来说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黄金买点特工队 加入我的line 直接做线上的咨询 或者留意广告资讯 直接来电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